能活到90岁的老人 基本上在70岁的时候 就已经不做这些事情了 古人说人生其实是古来西 意思就是自古以来 70岁的人从来就是不多见的 在古人看来 70岁已经算是长寿的一个极限了 不过现在随着生活水平 包括医疗水平的一个提高 人均寿命早已经突破了70岁 不过一个老人到底能不能够长寿 年龄只是其中一个参考的因素 举个例子 同样是70岁的两个老人 其中一个是身体硬朗 去医院检查都没有什么大毛病 这样的一个老人 想而是更具有长寿的一个潜能 但是另一个老人 那是疾病产生 饱受了各种疾病的一个困扰 要想长寿 真的是件很难很难的一个事情 作为医生要提醒大家的是 就是年龄在70岁的一个老人 要想朝着更长寿的一个阶段迈进 比如说想要活到90岁 那就必须在70岁的时候 保持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 要知道生活中什么可为什么不可 要知道如何顺应天命 只有这样才能够活得更久 而且活得更有生活质量 第一就是70岁已经不再会记记忆了 很多老年人真的是会记记忆 别说那种定期的一个体检了 即便身体不舒服 他们也不愿意去这个医院就诊 就是一拖再拖 往往就是把这个小毛病变成一个大毛病 小问题变成一个大问题 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 要想不生病几乎是不可能的 生病本身是不可怕的 可怕的是一拖再拖 等到变成这个大病的时候才发现 70岁的若是重视健康 养成那种定期体检的一个好习惯 身体出现了不舒服 也能马上去医院 寻求医生的一个帮助 确诊了疾病 也能及时听医生的一个话 坚持科学的一个治疗 这样的一个老人往往更易长寿 第二就是70岁已经不再去做那些 不适合自己的一个运动了 生命是在于运动 即便是老年人 同样也是要坚持运动了 男人坚持运动能够获得诸多的一个好处 但是年龄大了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运动 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年龄大了之后 有些老人依然是坚持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 殊不知 剧烈的运动反而是容易伤身的 就拿爬山来说 很多老人到了70岁之后 依然是经常去爬山 殊不知这样做 对膝关节的一个损伤 那是很大的 有些老人到了70岁 依然去进行篮球 足球对抗性的一个运动 殊不知这些运动的一个风险 一旦见领 很可能会对老年人造成巨大的一个伤害 其实到了70岁之后 老年人应该选择那种低强度的一个运动方式 就比如说走路 慢跑 打太极等等 第三就是70岁已经不在西安了 很多老人由于年轻的时候 养成了西安的一个坏习惯 戒不掉 所以说到了老年之后 依然在西安 也有老年人认为 反正自己已经年龄大了 现在戒烟也是晚了 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 无论什么年龄 就是这个戒烟都是不晚的 长期西安 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种肺癌 可是除了这种肺癌以外的 西安还会诱发那种慢性的 阻塞性那种肺疾病 心脑血管疾病等等 这些统统都会降低老年人的一个生活质量 第四就是70岁已经不再酗酒了 很多人到了老年 依然有酗酒的一个习惯 要告诉大家的是 如果你想长寿 请一定要戒酒 因为长期饮酒会诱发多种疾病 包括那种酒精性的一个肝硬化 肝癌等等 第五就是70岁已经不再熬夜了 很多老人到了70岁 依然有长期熬夜的一个习惯 要告诉大家的是 熬夜对老人的一个伤害 那是更大的 长期熬夜不仅会导致睡眠质量变差 还会容易导致免疫力下降 包括内分泌功能的一个紊乱等等 第六就是70岁已经不再 就是吃那种垃圾食物了 到了70岁要知道什么可为 什么不可为 饮食的与我们的健康的 那是密不可分的 到了70岁 如果你还爱去吃各种那种垃圾食物 包括那种腌制的一个食物 熏制食物 油渣食物 煤变食物 高糖食物等等 这些呢都对你健康的是非常不利的 最后呢也注意一下呢 所有看视频的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 长命百岁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总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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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